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今期的無劇透影評是《炸雞特工隊 Xtreme Job》 《炸雞特工隊 Xtreme Job》的故事是講述由五位案件所組成的緝毒小隊 無一破案日以繼夜在黑光對面的炸雞店進行監視 可惜案情沒什麼進展 連炸雞店都面臨倒 隊長把心一橫拿來退休金來接手這間炸雞店繼續進行任務 怎料這群LUSA組員竟炸出非常好吃的新口味炸雞 他們的炸雞店更加一夜爆紅 還吸引大批食客搶著打卡 搞到店鋪人頭湧湧 日日炸雞炸到手軟 好像已經完全忘記了本身的任務 甚至還想轉行炸雞 當一套電影圍繞著一個團隊的故事 精準的角色設定就是成功的關鍵 有一兩位主角 而且對他們的背景和設定會描寫得比較深入 團隊的其他角色可能會有一些比較聰明的上把 經常做錯事 引人發笑的下把 又或者有一些衝突感很重的角色 好像衝動的年輕人 男子頭的女角等等 炸雞特工隊的故事是一個典型荒誕喜劇的劇情設定 五位主要的角色設定都非常有心思 角色性格也非常突出 升不到職的隊長大叔 實幹的貪瑜 一個性格古怪的隊員 一個剛強的女警 剛剛入職的新手等等 劇本再由這班設定已經這麼好的角色 去組織劇情和引發笑料 而炸雞特工隊的笑位真的做得非常好 我看的那一場觀眾的笑聲也是此起彼樂 電影雖然有不少誇張荒誕的劇情段落 一些不太合理的情節 但正正是因為這班這麼得人喜歡的角色 自然而且密集的笑料 精靜的對白等等 都可以令觀眾忘記電影一些做得未夠好的地方 繼而投入在角色的魅力和劇情笑點上 近年韓國電影的質素越來越好 某程度上都是因為劇本計算得非常精準 笑點何時出現 主角背景描述的多少 電影核心主題要怎樣表現出來 配角色的塑造等等 所以未來我覺得只會越來越多炸雞特工隊 這一類不需要大製作 大卡士 都可以在韓國國外取得成功的作品 我覺得韓國電影的崛起 有某一部分的原因其實是電影公司敢做敢試 再加上韓國政府的大力資助和幫忙 所以令到很多電影作品都可以讓國際拿到成功 如果有留意韓國娛樂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韓國的幾代人其實都是看港產片大 很多韓國人甚至懂得唱某些廣東話電影主題曲 當時的港產片最叱測風雲的時間 成龍、張國榮、周潤發等主演的電影 深深吸引他們 特別是吳宇森導演的英雄本色 好像今次《炸雞特工隊》裡面 就更加用到由張國榮哥歌唱的當年情來配樂 近年的韓國電影其實都有一陣很重的 八、九十年代港產片的特色和神緒 由黑幫、靈異、警匪、戲劇、喜劇等等 都借鑑了不少以前香港電影的精華 而今次《炸雞特工隊》的故事架構、橋段和小偉設計 就更加將那陣港產片味放上桌面給各位享用 五位Loser 團隊混入炸雞譜裡監視黑幫 隊長和另一位警察頭的敵對關係等等 都令我想起以前的英雄本色、最佳拍動等等的經典港產片 在看完《炸雞特工隊》之後我是有點感慨 感嘆為何很多香港電影都還未明白 以前港產片成功的元素 在重新包裝之下可以成為一些很好的作品 當香港電影就算要寫一套放誕喜劇 都做不出水準的時候 韓國電影已經可以不斷把以前港產片成功的要素 玩得這麼好 好的電影不需要每次都大製作、大明星、大卡士 一條好的計算精準的劇本 加上放眼亞洲的眼光已經足夠了 其實香港電影除了警匪和情緒病之外 還有很多條路可以走 《炸雞特工隊》是一套把警匪、美食、臥底等元素 融合得非常不錯的電影 團隊裡每個角色都性格斯明可愛 甚至配角的描寫都很不錯 故事的結構比較簡單 但裡面的劇情段落、少鳥都寫得非常好 所以令整個觀影過程非常享受 劇本的中段有少少拖慢節奏和沒什麼焦點 如果這部分都可以寫得明快一點就更完美了 電影結尾部分的打鬥場面也非常不錯 是多令我驚喜的地方 電影的套路和以前港產片的搞笑警探片可說是如出一次 精彩的少鳥輕鬆重感情的劇情 吸引的角色設計 都令到《炸雞特工隊》成為一套觀眾非常享受 捧福大笑、集合溫情輕鬆、開心驚險的電影 特別是一聽到哥哥的當年情響起時 簡直有了無管動的感動 我會推薦這套電影給想開懷大笑、輕鬆享受電影的觀眾 《炸雞特工隊》會令你想起以前看港產片搞笑荒誕電影的快樂 是一套非常出色的韓國喜劇電影 那我對於《炸雞特工隊》Extreme Job的評論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是熱愛電影請你訂閱我 Sam先生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是有Facebook Fan Page和IG 如果你想緊貼我看了什麼電影的話 就快點去follow一下 我接下來會做更多影評和關於電影的影片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Like和Share這條影片出去 無論你看了還是沒看電影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討論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